古代字好多字都不認識 繼續查 不是在教語文啦 自己查,自己查 他其實會寫字的人應該把所有字都寫漂亮 不管你認不認識他 他能練出來最好 這是這裡面的重心 如果沒有這一個字 這個筆畫這個字就無聊掉了 不 這個不刻得太過重了吧 好,既然重我們挑戰高難度 從一開始寫到現在 應該沒有一次寫到這麼重 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麼重 唇也是結實啊 也算是重的 所以剛好刻的這兩個字 它就是這麼重 那你就不要放棄 這種方法在那個 燕達聖教學也經常出現 幾個字特別特別重 因為他實在太輕了 他如果不找個幾個地方表現一下 那個整篇看起來 就全部都清飄飄的 對 凝 左邊短 右邊長 加一點粗細變化 左邊不連 左邊黏住 上面黏住一點點 黏住比較多 一點點一點點 我都覺得他沒有把它當心在寫 把它當成畫畫在畫 這時候其實這種叫做裝飾性的字體 都一直不認定它是一種手寫的 因為實在太漂亮了 所以就變成我們以後認為 漢朝人 好像每個人都寫成這樣 這怎麼可能啊 零 錢 哇 這都寫得 看起來應該寫得蠻緊的 比較嚴肅 硬挺 加出細細瘦而硬挺 加出細細瘦而硬挺 好 這邊要開始有點變化了 總是有皮納嘛 這個顯得好瘦 這裡是他這裡面最重的地方 möchte este書 或面子 這個 甜摺